男子站在寿司店门口和女店員 发声口角 疑似是为了用餐排队问题 店员告知后卫都要抽号码牌 依序入内 但男子听不下去还恼羞成怒 我知道 但是下一次是看这些主先生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卖场中的连锁寿司店 周末假日用餐人潮多 入内用餐规定业者会发放号码牌 轮到的民众就能入内 但男子疑似不满等太久 竟然失控骂店员闭嘴 真的太夸张 还是要有流行的讯息 对啊 人家有他们的机制 就照他们的机制走 他们的服务态度呢 很好啊 生意呢 生意都很好啊 一直都很好 都排队 大家都很有秩序 都排在这边 叫到号码就进去这样子啊 业者回应对于事情的发生 感到遗憾 但也感谢当下店经理 以沉着妥善的方式 应对维持现场秩序 没影响到其他客人的用餐权益 民事新闻 许家诚 黄姓如 林自祥 台中报道 智隐 台中 overhead 一个讯息